哈喽 大家好 我是七小主 前两天咱们不试了一下脑白筋嘛 我看大家还挺有兴趣 所以今天咱们就再来试一个童年的洗脑生物 生命一号 补充大脑营养 提高记忆力 送生命一套 心情恒恒 哇 好熟悉的包装呀 好闪亮 看看 想必这句广告词大家都很熟悉了 从小我就觉得 但凡吃了它肯定能考上名牌大写 而且每次一背什么英语单词 或者一背书什么的 我不自觉的就会想到它 吃了之后会不会那种瞬间地义 但是那时候调定也有限嘛 所以也没吃过 其实说实话 这次也是第一次见 不知道有多少人跟我一样 所以今天咱们去体验一下 看这个生命一号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我都听到声音了 小绿的 它不应该是喝的吗 但凡保健的东西 好像都有泡沫箱啊 我发现 你看 果然不是我所料吧 汁的啊 喝的 一共是 什么 虾中间的一瓶药 然后 它是这样的 它也是口服液那种啊 因为它跟脑袋店还真很像 又有喝的口服液 又有吃的这个小药 还有一打管和 哦 这是说明器 来看看啊 都是干嘛用的 生命一号是日本 什么什么 和美国 什么什么 为基本组方 加入天然草粉植物 采用现代科技精炼配置而成的 营养保健食品 具有促进青少年生长发育 促进骨骼生长 改善记忆力 提高低提免疫力等多种保健功能 听起来感觉还挺厉害的 啊 它这个跟脑袋店还不太一样 那个是喝的调肠道 吃的助睡眠两种功能 这个就是喝的和吃的是一样的 只是两种形态 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做呀 然后里边的成分是 氨基酸 牛黄酸 牛黄酸 哎 牛黄酸不是红牛吗 我没记错吧 后边还有脑磷脂 深海动物提取液 哇 这个好神秘 还有桂圆肉 山药 枸杞 大枣 哇 听着是不是很大谱啊 哈哈 这个喝多了应该会上火吧 不行吧 来吧 尝尝吧 给它倒杯里 看看什么样的 嗯 嗯 还好啊 没有脑袋店那么黏 嗯 桂圆味 哎呀 还挺好喝 咱们说 嗯 微甜的 微甜的红橙水 多了一点点桂圆和大岛的味儿 哎呀 好熟悉啊 就特别像我那个特殊时期熬的那个 那个 那个 汤 哈哈 但是你要细品它 跟那个凉茶味儿还有点香 哇 你们大概知道什么样了吧 嗯 就那个味儿 不过啊 以我 18岁以上的量啊 每天要三次 每次一支营养液加四粒小药丸 最小的 三岁以上就可以吃了 三岁还是个小宝宝吧 这能吃吗 哇 这好神奇啊 上到80岁 下到三岁都能吃 再来看看这个小药丸啊 哇 看 还真的挺好看 哇 巧克力味儿 巧克力球吗 这是 好硬啊 哦 哇 这确定不是巧克力吗 哇 好难吃啊 特别苦 还有点酸 看来这里边确实还有点中药成分啊 当然了人家不是这么吃的 是要用水送服的 真的是好奇下去吗 OK 东西呢 就是这么个东西啊 功效的话反正我是说不好 因为毕竟是宝电品啊 这个不好说 如果大家还有什么感兴趣的啊 也可以评论告诉我 咱们继续来视频 最后呢 喜欢这期视频的话 也记得点赞关注啊 拜拜 知道关注 想 вой 了